被手银害惨,被金刚经界邪银,重新找回健康,脱胎换骨。 作者,一鸣。 墨学是在2015年先后与新京、金刚经结缘。 新京在2015年初就已经背诵下来,并至今每日背诵。 2016年4月份出金刚经可以整天背诵下来。 自2015年11月份以来,新京早晚各背诵九遍,金刚经自2015年8月份开始每日至少诵三遍。 现在是自己每日新京十八遍,金刚经三遍避诵。 墨学是一个邪银思想严重,有住二十余年的手银使的人。 是一罪账深重之人。 未结缘佛法之前,阴线与手银而不能自拔,导致身体健康素质差。 睡觉磨牙,做噩梦,鬼压床,口气重,手脚冰凉,脱发等等,性格孤僻,特自卑,脾气暴躁,做事优柔寡断,脱踏,缺乏勇气等等。 手银与义银相互影响,导致自己神思恍惚,因此而造下了邪银重罪。 邪银最损福报,因邪银,多次功考落榜,对此感触甚深。 当然未遇佛法之前,压根不懂邪银有如此深害。 有幸执欲佛法,看了上百余篇因果势力,就决心戒除手银。 要戒手银,必须从戒除义银上下功夫。 自持诵心经,金刚经以来,心情竟许多,不再被邪银思想牵引和迷惑,也极少产生邪银思想,即使偶有,也能及时觉知。 不再做恶梦,不再有鬼压身,身体渐渐好转,由一开始诵经时的妄念纷飞,被妄念所牵引,口在诵经,心却跟住妄念打转,转位现在诵经时妄念很少,妄念一出现能及时觉知回到荡下。 自己越来受心经,金刚经两部空性宝点加持,自身情况渐渐好转。 此生持诵心经,金刚经,以清静身心,扫除泪身罪障。 另外,自持诵,心经,金刚经已来本人耳垂比之前厚实了。 感恩佛菩萨,佛经加持。 自己背诵金刚经的窍门,一开始读诵,就是通诵,在读诵过程中,不去念地基品。 自发心要持诵金刚经时起,就兼持日诵三遍。 差不到诵五百余变时,对经文很熟悉了,这时发心背诵金刚经,为了给自己信心,在红画社请了一本金刚经持验录来读,对金刚经恭敬读一遍后,对背诵金刚经的信心倍增。 为了便于背诵,在红画社请背诵版金刚经,该版本将金刚经经文中复出现的用同一种颜色标记,如,须菩提,余意云合,而识,须菩提,居菩提白佛言,如我解佛所说译。 将经文容易混淆的之处,如,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,以用不失,以七宝满耳所横河数三千大千世界,以用不失,以横河沙等生命不失,若三千大千世界中,所有诸须米山王,如是等七宝具,有人持用不失。 用同颜色标记以便记忆。用此版本我真正用心,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背下来了。 排版固定下来后,在背诵时基本上知道经文在什么位置,背诵时中断了,可及时用眼睛看一下你熟悉的那段经文位置,接住继续背,如此反复击次,便可顺当背下。 当然这一切是建立我熟读经文的基础上。 针对十四品,十七品经文长且容易混淆,我是采用读机便在手抄写,抄写后再试住背下来,有好几天时间我就专攻这两品。 这两品背下来后,感觉越过一个大障碍,余下的三十品,每品经文短,容易背诵。 以上是我背诵金刚经的一点适合自己的小门道,因为每个人的法缘和福德因缘不同,背诵经文方法门道,背下来经文的时间长短会有差别。 但最重要的是决心和信心,希望此文对大家有些许利益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,南无阿弥陀佛,南无观世音菩萨,南无地藏王菩萨。 南无形遣任何人,不支援黄和福德因缘分之后,肯定是比较几个流量、南无理由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